前几人的还要带你来看是这个场合 这是中东卡达航空 他们现在打着起薪八万元 年价一个月的超优条件来排真才 吸引了有上千名的正妹型男来报考 白衬衫 黑裙子 还有基本配备高跟鞋 来自中东的卡达航空招募人才 一早就五百多人等着面试 今天有信心可以上吗 今天一半一半 又有点紧张 景气复苏为了带动航空业 卡达航空这次打着超级吸引人的条件来台甄选 跟国内航空比一比 卡达的月薪就开出八万 比一般国内航空多出了两三万以上 而年价可以收到一个月 也是国内航空的三倍 还有主要非欧洲航线也是年轻女生们 争相来应征的主要关键 就可以就是住在国外 然后跟一些不同国籍的人工作这样子 年秀一个月 我觉得那个很吸引人 因为很多公司都蛮没有年假 我姐姐是复兴的 然后她一个一年大概才十天吧 心血福利吸引千人以上来应征 现场也不乏许多条件优异的女生来报名 像年前这位东吴日文系的曾同学 甜美的脸蛋 外加上曾经在旅行社打过工 超长年假最吸引她来报考 而另外一位引人注目 深稿180公分的吴同学 则是特别为了考试而从台中北上 梦想可以环游世界 卡达航空目前飞全球90个航点 预计2012年要增加到120个航点 今年预计来台招募两次 而华航睽違三年 近日来也举办了空姐招考 月薪5万块起跳 各大航空们纷纷出招 要让年轻女孩们能有更多机会 一元空姐梦 这一圈流浪汉张文书台北 参与报道 对方